台電治國 政治配電 現在台電的缺電理由 第十個出現了 叫做區域的供電困難 這在講什麼話 竟然還要讚南北 賴清德真的是賴神 因為他說了一個又一個的神話 供電穩定 這就是最大的神話 數據中心 研發中心 布萊新北 賴清德說我不給電 台電不給電 經濟部不給電 就是要電你 缺電的問題 過去我們一直主張 台灣現在已經踏入真正缺電的狀態 而今天台電這個宣布 我們必須說 這叫做台電治國 政治配電 台電治國 政治配電 我們看到基本上 整個國家這個經濟的部門 所有都失能 國發會都不用來決定台灣各地方的產業的發展 就交給台電就好了 台電說你可以 你就可以 台電說你不行 你就不行 過去我們一再說 全台灣是同島移民 現在台電的缺電理由 第十個出現了 叫做區域的供電困難 這在講什麼話 整個全島移民 距離都在這麼有限的狀況之下 竟然還要站南北 分南北 分縣市的用電 這是讓所有的市民感到非常匪夷所思 我在講桃園像是龜山 我們的整個的龜山的科技的產業鏈 才正開始 這個微軟在這個月 才成立它的資料中心在龜山 未來 還有美商 還有蘋果 還有AWS 都會在北部地區 都已經宣布要在北部設資料中心或研發中心 請問民進黨 台電 你要打臉這些國際的美商嗎 你要打臉這些國際性的產業嗎 而我們看到NVIDIA的黃仁勳 他也對外講了 他認為最好的資料或相關的研發中心 就是在北部相關區域 所以今天台電 根本是打臉這些國際的大廠 如果他不是打臉這些國際的大廠 他就試圖用這些政治力 或用這些法規來逼迫這些國際的大廠 去選擇他要的縣市 這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在發展經濟該有的作為嗎 我們看一下 如果以現在台電的說法 在講說上一頁 在講說台電說北部的發電不夠努力 想要來佔南北 我們現在必須講 其實我們對於南部 對於南北的平衡發展是高度支持的 今天中南部要什麼建設 我們當然希望區域能夠均衡 可是如果今天台電要用這種 在南北的角度 要用自己劃分出來的標準 那我也可以講啊 桃園市大潭電廠 現在是台灣最大的發電廠 那我能不能講說桃園市我要用最多的電 我所有的資料中心科技發展 你看我在桃園我一定可以設廠 為什麼 因為桃園現在負擔最大的電力 單一電廠最大啊 我能不能講說我要做最大的這個設廠的動作 當然是可以的 因為依照台電的說法 誰付出最多 誰就可以用最多 那我桃園大潭發電量最多 我桃園只要設最多的科技中心 這就是台電邏輯 我們沒有要佔南北 是台電在做南北的矛盾 這是台電發起的南北矛盾 所以我們看到下一張 進一步的來講 如果今天台電要繼續佔南北 製造南北的矛盾 質感酸北部的發電不夠 卻不看北部縣市貢獻的用電產值 如果今天要講說 北部你們發電不夠 你們不能用電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每度電的產值到底差異有多大 年用電產值比照 每度電的產值北部是258.24 南部是122.96 以台電佔南北的標準 北部每一度電出來的產值是南部的兩倍 所以北部可以做最多的經濟發展 這是用台電的標準啊 那這是我們人民希望看到了嗎 我們人民希望看到的是自由的發展 希望看到的是大廠決定要設在哪裡 我們台電不管它在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都要積極的把電力做一個最充足 做一個後盾 否則沒有辦法來說服所有的民眾 所以我的結論是 賴清德總統之前在開氣候變遷委員會 在討論能源問題的時候才提到 2028要提早把電網的韌性所到位 我現在就告訴賴清德總統 不用等到2028 因為北部在台電的口中 叫做區域供電困難 你從今天開始 你就趕快積極的把北部所有的用電韌性 給我一步到位 絕對不要影響整體台灣經濟的發展 賴清德之前有一個稱號叫做賴神 那我們今天直接下一個結論 賴清德真的是賴神 因為他說了一個又一個的神話 包含了他之前說要讓台灣達到供電穩定 這就是賴神說的最大的神話 那供電穩定其實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那現在經濟部台電說桃園以北 如果設數據中心的話 一律都不合可供電 哇那現在呢全台灣全國的人民都知道 為什麼企業都要往南發展 因為中央會給臉色看嘛 中央會說這個不行那個不可這個不好 因為中央執政始終是分顏色的 嘴巴上說是因為北部的電廠電網都不夠 實際上呢是賴清德要變相阻擋北部發展的機會 今天我們出席記者會的 有我們台北的立法委員 有新北的議員 有桃園的議員 今天我們就是要北北桃一起站出來 為北北桃這麼多的人 來向賴清德發出怒吼 台電說桃園以北不給電 但請問一下賴總統 你還記得你自己的民進黨新北市議員 在上一屆總質詢的時候 就在今年的上半年 他們直接要求侯友宜新北市長說 你要爭取揮答這些AI這些半導體的企業 要到新北設廠 要設數據中心 要設研發中心 這些議員呢還穿起黃仁勳的這些皮衣來拍照 還指責侯友宜你的動作不夠快不夠好 不要被南部的這些陳其邁 這些黃偉哲給搶過去 哇現在你的新北議員通通被你來打臉 原來啊數據中心研發中心不來新北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們新北的夜市不夠好 不是用地不夠好 新北呢有這麼多這些像揮答 我們舉揮答來說就好 關係企業非常多 這些企業就算想來 但是賴清德說我不給電 台電不給電 經濟部不給電 就是要電你侯友宜 就是要電你張善政 就是要電你蔣萬安 我站在這邊以新北民意代表的立場來說 新北其實有非常好的條件 包含了關係成業鏈 我剛舉揮答 以揮答來說就好 就有26家的上下游 關鍵廠商在新北 像鴻海 維新 廣達 圓鋼 技嘉等等 也有非常便捷的交通 育成中心 新北的用地 也準備好了 像是領口公醫 目前就在推動 新北國際AI Plus的智慧園區 有近萬平的土地 但現在賴清德執政 你卻要限制廠商選址 你就是給北北桃一個臉色看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